现在是4月16号晚上的11点30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七九八艺术区 背后是戈德学院 就在刚刚来华访问的德国总理舒尔茨 就在这里与众多艺术家进行了交流 据工作人员介绍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包豪斯风格的建筑群 是上世纪50年代由东德德尚学院工程师设计建造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连连的锯齿形房顶 就是包豪斯建筑非常典型的特色 据了解这是一个私人形成 为对媒体开放 当天为此交流活动 戈德学院也并未开放 戈德学院作为中德文化交流的平台 舒尔茨此行特地选择在这里 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代表进行交流 此外我们从工作人员口中了解到 虽然现场准备了香槟美酒 但舒尔茨总理并没有饮酒 只喝了水 参与交流的作家盛可以告诉记者 现场交流轻松自如 舒尔茨询问每位在场者的工作领域 并表示将来会更多关注中国文学 感觉他像一个非常亲切的邻居或者朋友 我们还有一些别的艺术家 比如导演 戏剧家 他问了每一个人的工作领域 说了将来会有更多的关注中国的文学 有了喝了好多次 因为我们今年有片子进柏林电影节 这次就是受到德国文化部的邀请 就来参加这次跟总理的会面 因为它就是一个私下活动 就是一个像酒会的活动 然后就是他总理过来跟我们聊聊天 就讲了一下我们今天在柏林电影节的感受 大概做了一个简单的交流 很亲切 很友善 然后很有趣 所以我们也希望未来还有机会 能有新的作品去到柏林电影节 然后就能促进中的两方面的文化的交流 早些时候 记者遇到了一位喜爱德国文化的学生 当天上午十点 他特地赶来等候 因为我看到新闻说 今天朔茨可能来北京 可能会来七九八的歌德学院 然后我就想看看能不能见他一面 我是对德国文化比较感兴趣 我喜欢德国哲学 我在高中的时候看到过 舒本华还有尼采的一些书 然后对他们那个哲学很感兴趣 等了差不多十几个小时 也不算遗憾吧 反正最后看到了舒尔茨进场 但是只可惜 这是一次比较私人的一次行动吧 没法跟舒尔茨进行一些近距离的交谈 但是在未来我还是希望 可以从事跟中德关系相关的一些工作吧 可以促进中德的交流 好交流 据了解 4月14号至16号 德国总理舒尔茨对中国 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 先后参访重庆上海北京三地 17号启程返回德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刘茨